小禮日本職棒 東北樂天經舊的旅日投手宋家豪 今年擔任牛棚布局投手 總計出賽了63場 打破了senpai郭元智的紀錄 成為臺灣球員 在日值單計出賽數最多的球員 明年年薪將從4700萬日圓 翻漲為1.1億日圓 生涯首度晉升為一元男 自己的努力 然後也有一些成果出來 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想太多 會不會超過這個 只是我在賽季前 就對自己設下一個目標 就是60場 那當然也超過了60場 所以我覺得 只要你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你就會慢慢的超越了很多 不同的紀錄這樣 旅日生涯第五年 宋家豪投出生涯最佳表現 本季防禦率只有2.23 收下三場勝投 24次的終極成功 球季末代班終結者也有好成績 一共拿下了7次的救援成功 讓他開心笑說 又解鎖了一向成就 一開始接到這個消息 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被認可 有辦法在第九局 這個位置丟球 那當然 中間也 也有很多就是壓力在 但是我覺得那都是一點一點 慢慢去克服的 明年賽季的目標 一樣是穩定在義軍出賽 然後 當然也要再破自己的紀錄 所以 會一直想要把自己的 場次再往上提升這樣 今年又是入選明星賽 又是獲得球團的加薪肯定 都讓宋家豪 展望明年球季更有動力 也期待接下來 他能把握留在台灣的時間 好好休息充電 用最佳狀態來迎接 2022年的到來 回來TV台採訪報導